临心如与苏友鹏过去合作出演缓珠格格结缘 因关系颇好联系频繁 一度被外界猜测为情侣 临心如与2016年获建华步入婚姻 当时苏友鹏透过经纪人送上恭喜与祝福 并表示虽然无法参加婚礼 但会准备礼物另行不上祝贺 还在微博上幽默地将婚礼合照贴上自己的大头贴 由于他并未说明缺席原因引起网友热议 今日临心如邀请苏友鹏助阵参与综艺节目 我们的美好生活 期间苏友鹏在谢娜追问下 透露了缺席临心如婚礼的内幕 甚至脱口表示 自己是从网上得知对方要结婚的消息 临心如连忙解释到 自己举办婚礼的时候 苏友鹏正在指导电影 嫌疑人X的现身 苏友鹏邀请自己出演时 就已告知对方婚礼的消息 苏友鹏听完后自嘲 脑袋有点不灵光 反正只记得他恨我很久 引起全场大笑